Hello 大家好 之前和朋友走八仙嶺 我朋友就带了这一部 好听食的ATOM 2 我看过那些拍摄质素都很清晰 和DJI那些机究竟有没有得挥呢? 现在就借了来了 那我就想想想 我究竟用什么机来与它比拼呢? 那如果用MINI 4那些 就赢硬它,不好看 所以呢 我今天带了DJI MINI 2出来 与它比拼的 好,那现在就开始测试 香港人都很喜欢背囊出行 包括我也是 所以我对背囊的选择都非常严谨 一来要它轻 二来要好背 三来要多夹牌都很多 而我试过很多不同牌子的背囊 都不是很适合心水 例如那些大牌子 只是着重在外观 和它自己的款式设计上 吸引消费者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实用 容许我借大家两分钟时间 介绍一下这个 LeoSmart的Herman Pro背囊 LeoSmart的Herman Pro 属于一个半摺式的背囊 代口接完之后 有一个专利的FIT BLOCK磁吸扣 单手操作 这样很容易就可以打开 你想扣起来 也可以单手操作 这样就可以吸引了 免料就采用了 他们申请了专利的 LATES纤维防水免料 这种免料除了防水 还防油污涂 真的好适合我 拿出去户外拍摄用 和香港这么潮湿 整天下雨的天气 我亦都很喜欢它间隔的设计 尤其是你不开这个磁吸扣 它都可以打开 旁边的拉链 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 不如我现在和大家 数一下它总共有多少格放东西 我打开磁吸扣 这里有一格 里面也有两个暗袋 然后旁边第二格 我这里用来放一把遮掩 第三格 这里 第四格 我可以放到一部 MacBook Air 14吋 还有一部12吋的平板 这里可以放一些电线 和火牛 这里插支笔也可以 第五格 这里有个拉链袋 我通过去 外面大一格 这里有个小袋 这里有两个暗袋 然后顶部 是一个直角形的拉链 这样可以打开 真是超实用的 背带这里有一个小的暗袋 这个我刚刚可以放到一张证件 例如我们放回香证 这样就不用到排队的时候 才在银包里慢慢找回香证 还有一个我最近选择背囊 都一定要有的设计 就是这条带 有了这条带 你可以套到旅行行行李箱的手柄 整个背囊就放在行李箱上拉着走 减低肩膀的负担 轻松步行 LeoSmart的Herman Pro背囊的购买连结 我就放在影片说明栏里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按进去看看 这条影片纯粹是自己兴趣而拍的 但我都会把这部ATOM2的购买连结 放在说明栏里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按进去参考一下 机顶大家都有个品牌logo在这里 入电大家都在机尾里面 不过MINI 2就有个盖 而ATOM2就这样拆电下去 而ATOM2 粒电可以独立用Type-C来参考一下 而MINI 2 就一定要跟机才可以插住后面参考一下 或者用充电管家 而充电管家 ATOM2是可以三粒同步参考一下 而MINI 2只可以排队叉 不过这个毕竟都是旧的技术 新的DJI航拍机已经可以三粒同步叉 机底大家都好似 指示灯在这里 下面亦有三个感觉 123 品字形排 MINI 2就打横一次排开 开关键大家都是在机底这个位置 左右有分别 四粒灯都是电池显示灯 就是这样 而正面来说 ATOM2这里 我看到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是一块黑色的胶片 就是一个装饰作用 不过MINI 2这里是一粒装饰灯 我现在教彩虹色 每五个色一套线变 两部都是低于250克 不需要登记 可以飞30米高 现在测试下两部机的自动返航 究竟准不准确 可不可以降落这个H的起飞键 现在MINI 2先了 起飞 起飞 返航点已刷新 请留意返航位置 好 现在飞出去 大概500米左右 看看两部机的自动返航 究竟准不准确 以前DJI的自动返航技术 比较新的 Potelix的自动返航技术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平起平坐 现在完成了 好了 500米了 高度的略嫌价格 我们的略嫌价格 是低了一点 60米左右 我自动返航的高度 不要设置那么高 因为以前自动返航技术 没有现在那么成熟 需要这样 跟随手动的 那我现在按返航键 现在开始返航 應該是保持63米的高度 現在測試這部是Mini Tour 我們先給點耐性等等它 距離這個起飛點還有260米左右 DJI的自動返航技術都無需置疑 不過也要比試一下 已經到頭殼頂了 我們滾下雲台看看 應該到這裏開始下降了 應該不會相差太遠 看到藍色那點 最後不要卡在樹上就可以了 聽到螺旋掌聲了 都很近了 看到十字架是在H旁邊 現在看看它最後降落那一下 究竟是不是在墊上 當然不可以跟Mavic 4 Pro那些比 都相差一大段 其實 但都是一個比較安全的降落位置 它不會落在椅子上 最後降落呢 這裡是差多少呢 最後是相差兩隻腳位 我放兩隻腳在這裏 好 接著試一下Atom 2 這個平板天線來的 打開它 首先插進去 先插進去 這樣 這樣就夾著電話 這樣很橫 整部遊戲機這麼大 然後兩隻棍也是這樣 收在下面的 先打開搖控 打開一部Atom 2 雲台保護蓋 很像樣啊 兩部機都 接著開機 長按而已 現在不需要一段一場的 有音樂廳 接著開回Potentic的APP 它連版面都像DJI FLY 那現在 開始飛行了 首先我試一下它 嚇到我了 好 那首先呢 我也是試它那個 自動返航準確 程度 我現在把返航高度 設定到60 那我設定之餘呢 還看到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靜音返航 竟然有靜音返航 那麼 設定它 它應該不會響的了 應該返航的時候 接著呢 我再看到 最遠可以無限制 一樣 但是它最高高度 最大的飛行高度 可以去到 800米這麼遠的 啊 DJI之外要到 500米 那這個 我都不會試 因為有犯法的 是不是 好 那現在起飛 起飛 返航點已刷新 好 向前飛 跟著升到 60米 距離就 500米 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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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00米 最後20 好了 500米 按反航 反航 反航 那它也是 根據我 剛才飛的最高高度 來到反航 就不會說下降回60 跟DJI一樣 那我設了靜音反航 所以現在沒有了 嘟嘟聲了 是不是 這樣東西都是很貼心的功能 這個 這個 真的很靜 沒有了些嘟嘟聲 都是靠回看這個飛行數據 就知道它是否在反航 那現在呢 又聽到螺旋掌聲了 好了 已經回到頭殼頂上面了 那我滾下雲台又看一看 好 螺旋掌聲越來越近了 30米高度 我又走過去看結果 嘟嘟 這次 看到了百點了 近了一點的 近了一點了 嘟 這次 就跟DJI差不多了 一步半左右 都不錯的了 算是 都始終都是降落 一個安全的地點 是不是 你試完降落點的準程度之後 現在試完拍攝質素了 首先飛一隻Mini 2 起飛 反航點與刷新 請留意反航位置 好 大概飛來這個位置 太近就說犯法了 那以前Mini 2 還未可以跨住 唯有用這個 一件短片裏面的環繞 可以點選那個目標 然後start 3 2 1 它就會環繞住那座大廈 繞個圈 當然我現在的距離 繞不到一個圈的了 就這樣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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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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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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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30格 我們又是飛去這座大廈 離遠算了 又是鎖住主體 跟著有個AI短片的環繞 我們又飛環繞了 3 2 1 開始 好,開始 4K30格 連ATOM 2我都飛完了 兩條片拍在一起看看 左邊是MINI 2,右邊是ATOM 2 明顯看到ATOM 2有半吋Sensor 所以拍出來的畫面比MINI 2漂亮很多 不過公道說句 始終ATOM 2都是比MINI 2新 這個畫面比對只是用MINI 2做標準 即是絕對沒有踩下MINI 2的成份 既然拍片都這麼清 拍照應該都不會差很遠 我們再看相片 照片方面 左邊是MINI 2 右邊是ATOM 2 ATOM 2那張 我覺得偏黃了一點 但是清晰度 是比MINI 2清一點的 因為都有4800萬像素 高過MINI 2的1200萬像素 跟隨人 究竟是不是很準確 試試 半吋Sensor 半吋Sensor 這樣走的了 按高 高於地面4米 4米了 這樣走的了 這個MINI 2就沒有 用下這部機的AI跟隨 都算跟得很好的 你看到沒有掉 現在我沿著樓梯走下去 直至樹遮住我 看看這部機 當我走出來 會不會自動跟回我 現在看到綠色的油錶 一直跟著我 我即將進入樹林 開始遮住我了 好 油錶現在變成一個問號 我走出來 看看它要多久 才重新追蹤我 咦 都很快 現在已經找得回我了 好 我繼續走上去 它一直都是跟著我的 果然 AI真的做到 那這集MINI 2 和ATOM 2 的比對 簡單比對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分享 和訂閱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